大家好,这里是环球洞察,我们将为您带来国际时事和时政资讯,观看前请大家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您的订阅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本期精彩看点,外表光鲜,强悍的美国军队,赢得了大部分对外战争,在外界看来,美国军队作为一支无论是规模,还是装备都独步全球的武装队伍,其超级航母舰队在全球各大海洋耀武扬威, 巡航导弹呼啸着扑向数千公里外目标,先进战斗机和轰炸机使用精确制导打击目标等等,美军在全球的军事行动,可以说是无往而不利,但其实美军也有着自己的致命弱点,只是这种致命弱点隐藏得很好,不亦为人所知而已,而且这种致命弱点正在俯视着美国的军队,最近揭露的美军内部一直若隐若现的重大隐患被曝光,据统计过去六年中, 有超过四万五千名退伍和现役美军自杀,这几乎是每天二十多人死亡,换句话说,美军自杀人数已超越了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的死亡人数总和,数目触目惊心骇人听闻,美媒更是直呼,自杀比战斗更加致命。 福吉尼亚州在2019年发布了《国家退伍军人预防自杀年度报告》,该报告指出,退伍军人的自杀率是非退伍军人的自杀率的1.5倍,该报告确定,从2008年到2017年,每年有6000例以上的退伍军人自杀,该报告还指出,退伍军人占美国成年人自杀死亡的13.5%,但仅占美国成年人口的7.9%。 2019年5月,特朗普签署了一项名为Prevence Initiative的行政命令,以应对全国性的自杀悲剧。 五角大楼数据显示,2018年美军自杀人数为近年来最多人数,更为重要的是,美军自杀率正在直线上升,并且开始呈现出颈喷的态势,从发展趋势来看,已经有些难以遏制了。 这份美军自杀报告显示,在过去五年中,自杀的现役军人比例平均每年上升6%,而特朗普上台这三年来,自杀率更是进一步提高,自杀人数的增加速度让人吃惊。 2016年,美军自杀人数为285人,2017年这个数字上升了14%,达到为了325人,2018年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美军人数达到了541人,自杀人数猛增了66.5%,由于自杀者太多。 2019年美军决定停止公布数据,美军官员几乎没有解释为何美军的自杀人数在不断攀升。 这也显示出,作为不断发动对外战争始作俑者的美军高层,仍然对基层士兵战争创伤问题对美军影响的讳莫如深和不太重视,而如果任由这种情况蔓延,恐怕美军届时则将击尽,无可用置兵了。 美国军方的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退伍官员,对华盛顿邮报表示,这并不是一个好兆头,我认为这是因为美国军队内部有尚未公开或者未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目前美军的军容表现让人担忧。 美军军人自杀数量近几年一直在增加,2018年较至2017年足足增长了14.0%,增长幅度的变化接近10倍,放在长远角度上看,这样子的高自杀率的出现,显得极其不正常。 据俄卫星通讯社的披露,在2019年12月2日,负责指挥中东地区行动的第五舰队司令,兼美军中央司令部和联合海上部队指挥官斯蒂尔尼上将于,在巴林住所内被发现死亡,美国防部称斯蒂尔尼是自杀。 这是两年来美军职务最高的自杀者,作为经受过严格的体能和心理训练的军人。 如此高的自杀率,显然极为不正常。 尤其是作为美国军中精锐的海军陆战队,其自杀死亡率甚至比海空军都要高,这就更加不正常了。 实际上,美军人员的自杀率之所以这么高,本身与美国政府所奉行的全球霸权主义有着很直接的关系。 原因很简单,长期被部署在全球各大热点冲突地区,即便不会发生武装冲突,但人员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显然要比一般人大得多。 关于美军官兵自杀率不断增长的原因,外界猜测,很有可能与战争创伤有关。 根据数据统计来看,美军自杀率在2004年到2009年迅速升高,而此时美军正驻兵阿富汗、伊拉克与当地的恐怖分子及非法武装力量交锋。 不过,即使在大部分美军士兵离开阿富汗、伊拉克以后,他们的自杀率依旧处于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并没有表现出下降的趋势。 美国海军陆战队作为华盛顿干涉它国内政的极先锋,往往会被部署到诸如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冲突地区的最前线,几乎每天都要直面袭击,伤亡的风险。 在这种环境下部署的军队人员,再强大的心理素质也会崩溃。 这也就是美海军陆战队自杀率要远高于其他军中的一个主要因素。 这就足以说明,在美军中,越是精锐的部队,随着危险性否则大,心理压力也随着增大,这也就是美军人员自杀率不断飙升的一个主要因素,更是海军陆战队自杀率远比其他军种更高的问题所在。 而美军这样世界最高的自杀率,仅仅只是发生在2018年这个局势相对缓和的年份。 尽管五角大楼在2019年不再公布美军的自杀人数,但可以肯定地说,2019年之后美军的自杀人数将会比之前更多。 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不仅是没有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简直就是在毁灭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国防部也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五角大楼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人眼中强悍的美国大兵选择诺夫般的吞枪自杀。 报道称,美军高级官员承认,已经全力防止自杀现象的出现,为此在全军进行了防止自杀和行为健康的培训,但对于自杀人数的持续上升,他们也是一筹莫展,没有得出任何结论。 看来美军对于层出不穷的自杀事件,已经是防不胜防了。 据环球网9月23日的报道,美国布什号航母上的两名首席电子技术员,詹姆斯·谢尔顿和伊桑·斯图尔特双双选择在19日自杀,而五天前,布什号航母上的航空兵文森特·弗林也刚刚选择了自杀。 在一周内,布什号航母就有三名船员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一家关注美军现役人员的推特媒体就表示,这些船员之所以选择自杀,是因为工作时间长,压力太大以及缺乏个人空间。 一名在布什号航母上服役了五年的匿名船员表示,永远都不在家,见不到自己家人,不能看到孩子,那种环境下压力很大。 2017年,美军在亚太地区频繁出现撞船事故,5月份张伯伦湖号导弹巡洋舰与韩国渔船相撞,6月份,菲茨·杰拉德号驱逐舰撞上菲律宾渔船,7名船员死亡,8月份,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在新加坡海域与伤船相撞,10名船员失踪,5人受伤。 雖然事发时各种阴谋论,但最终调查显示主要原因就是,服役时间太长,压力太大,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以及美军的人手不够。 美国要全球不武,要维持美国的霸权,就需要11支航母舰队,数十万美国陆军,在全球四大洋,七大洲不间断地执行任务,服役时间长,压力大,难顾家,这都是常态。 9月24日,美军绿色贝雷帽士兵杰里米·戈里芬在阿富汗被塔利班居杀,而他阵亡的时候,已经40岁了,容装照上看来,一脸的疲惫。 特朗普上台之际,也正是美国霸权开始衰落的时候,美国越来越依赖通过武力解决问题,群雄逐鹿的战国时代正在到来。 美国为了霸权,频繁发动,不易之战,加之近期的美国疫情严重,美军感染率大增,美国已经面临无兵可用的局面。 美军在这样的环境下,自杀率不持续上升是不可能的,而且情况还会越来越糟。 以上维格网友的观点,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感谢大家的收看,欢迎点赞订阅和点击小铃铛。 也欢迎您在评论区发表您的想法和意见,我们将给您带来精彩的世界时事。 请不吝点赞订阅和点赞订阅和点赞订阅。